全球都在升息 那中国大陆逆势的降息货币宽松 那对于它一两年 最近这一两年 中国经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或影响呢 大陆经济目前处在一个很不正常的状态 不正常的原因有好几个 一个原因就是 它的这个净零风控这件事情 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高危运行 我国本土聚集性疫情 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 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要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 这件事情对它的亲戚的打击很大 尤其是今年 今年上海的这个风控 让它的整个第二季的这个成长率 全国的成长率掉到0.4% 而这样的风控呢 净零风控其实并没有停止 还在很多地方在这个断断续续在发生 所以大陆今年受到影响最大的因素 就是它的这个静零风控 而这静零风控呢 第一个要看疫情是什么时候会缓和下来 第二个当然是跟这个二十大有关 跟习近平的这个第三任有关 所以在他的这个连任成功之前呢 不会松手 至于说连任成功之后会不会松手呢 也许会可能会放手一点 所以这两个因素呢 可能在今年大概很难改善很多 可是明年也许会改善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希望这个因素呢 不要持续太久 那另外一因素就是 它今年的很多天灾 比如说这个热浪啦 或者干旱啦 在这个比如说四川这一带所造成的 这个生产都因此而停顿的这种影响 这个是第二个非常不利的影响 第三个影响呢 就是它的房地产的这个行业呢 今年情况也非常不好 它用尽各种手段要把它稳住 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出大乱子 但是即使不出乱子 对它经济是有非常负面的影响 说这个问题啊 首先它会影响到一些房屋的交易啊 影响到大家对政府的一些公信力啊 对吧 也可能会使得开发商的债务问题越来越大 举个例子啊 假如说我这家开发商不能做出一个表现 说我能复工 说明这家开发商资金状况还是很差的 那你这么差的话 那我作为一个这个购房子 我会想比如说 某某开发商在某个地方有个赖尾楼都没解决 那我现在在别处的卖的房子 我也不可能买的 因为你这个房子也有可能出问题 那这个又会进步加剧这个房企的一些债务问题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 它其实从这个经济层面啊 企业层面啊 社会这个层面 预期层面 都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这个内容 因为这个行业呢 它的总产值 在大陆的GDP里面所占的比重呢 大概是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间 这是非常大的比重 这么大的比重呢 在过去40年当中呢 对于它的经济成长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大到什么程度呢 有一个统计 它说在过去40年 它的平均的经济成长率呢 才8.3%左右 可是房地产的成长率呢 是17.7% 是它的两倍多 换句话说就是 是房地产在拉着它的经济再往上走 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就是它的房地产事业 像一个巨兽一样 在一直往前冲 在带着它的经济再往前冲 这本身是一个不健康的现象 而这不健康的现象到今天 你看出来的 它的弊病一一显现 什么弊病呢 一个弊病就是 它的建筑业 它本身呢 太浩大喜贡 它滥用杠杆 它到处这个借了很多的钱 然后到处盖房子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买空卖空的方式来盖房子 而这个弊病呢 现在在它稍微加以管制的时候就都爆发出来了 那第二个弊病就是它的房地产这个产业加速发展 跟它地方政府有密切关系 我们一直强调就是 它地方政府呢 不断的圈农民的地 要把这个地呢 就卖给 高价卖给建筑商 而它的地方政府就拿这笔钱当做它重要的财政收入 所以它等于是地方政府跟建商所带动了这个房地产事业 就成为它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今天呢 你发现这个支柱突然之间不是垮掉了 而是突然之间就不稳了 建筑业本身呢 不成长了 就停在那个地方 还没垮掉 而地方政府的财政的这个大窟窿就爆出来了 所以对它的经济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就是这个过去一直带着它往前冲的力量 停下来了 所以经济要再往前走呢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目前就是这几个力量在拉着它 那经济表现非常不好 那后面呢 跟别的国家相同的就是疫情啦 或者是这个我们说供应链的断裂啊等等 这些因素呢 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呢 比如说二十大过去了 疫情结束了 剩下来就是房地产跟供应链 这两个因素 这两个因素呢 看起来呢 是不能解决 所以它对于将来大陆经济的继续的发展呢 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拖累 所以大陆经济大概不太能够像过去那么顺利发展 而且最近其他人民币的贬势已经开始加剧了 那看起来是9月人民币它蝙蝠其实还蛮巨大的 那所以它们的人行其实陆续寄出两种的管制措施 这样上一次有跟老师讨论过 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然后下调两个百分点 然后还有一个远期受惠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就是调到百分之二十 可是看起来就是一调完之后就蝙蝠更加剧 所以老师他们这两个为什么完全没有办法阻止他的贬势呢 上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是应对汇率波动的重要且有效的宏观审慎措施 此次再度重启这项宏观审慎措施 正式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促进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这个贬值的事情不是这些国家决定的 是美国决定的 是美元决定的 这是没有人打得住的 所以不管你猜出什么措施 你只能让他脚步稍微缓一点 或者是幅度稍微小一点 挡不住的 那他采取的手段呢 也就是一时之间 他把这个外币存款准备率把它降低了 就让市面上多一点这个外币 就使得外币供应量增加 让人民币的价格可以拉升一点 那这个效果是杯水车薪 那现在这个呢 就他把这个炒汇的这个成本呢 从零拉到百分之二十 这个也只是让他炒汇变得比较困难一点而已 所以他也只是让他的脚步迟缓一点 可是因为这个大局势是美国决定的 是美元决定的 他拦走不了 所以他还持续继续会贬值下去 因为我看他已经下探7.2 所以看起来他会继续往下扁 对 问题是他即使如此 他的蝙蝠还是比台币要小 所以我们与其担心大陆人民币的蝙蝠 不如担心台币的蝙蝠 我想说我们八月的时候 百分之十三 他们是百分之十一点一 然后我们看可不会不要扁那么多 可是他们扁多不见得对我们有好处 因为我发现说他扁多的话 他毕竟是一个制造的大国 所以他要买很多原物料 他扁太多的话 他买的原物料价格就会非常的贵 所以就会造成他产出的大宗商品的价格变贵 然后他把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提高之后再卖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的通膨也会加剧 全球的通膨也会被推升不是吗 对 当然 因为大陆在过去30年 一直是世界工厂 而这世界工厂的角色就是 他从其他国家买原物料 买设备 然后在大陆利用他的劳工加工 然后再把它输出到全世界 所以他买的东西越贵 卖的东西越贵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所以即使是他贬值得很厉害 但是对他的出口帮助并不大 因为他买现在的东西贵 所以他出口的时候 他即使是因为贬值占点便宜 但是他的这个买进了原料的账价 就把这都抵消掉了 而中国大陆他本身如果他的产品出去的时候的价钱 假定不能够压低的话 他在全球市场里面 这个价格就必须要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出售 而这个价格就会推升全球通货膨胀 而且他人民币贬值 其实不只是对于他们制造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对于他们金融也是一个打击 老师好像对他们的房地产市场 也会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问题就是他的这个贬值 我们一直强调就是 是相对于美国而言 相对于其他国家 他都升值 所以如果他不是跟瑞士新加坡做买卖的话 他对台湾 对日本 对南韩都在升值 所以你反而要去看 就是人民币升值 对他房地产的这个影响是怎么样 其实人民币的升值或贬值 应该对他们的房地产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影响 对 因为他的这个升值贬值 其实跟这房地产的关系就在于 房地产它的进出口的需求 房地产当然没有什么出口需求 但它有进口需求 它可能需要进口一些钢材 进口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原材料 但是房地产的这个钢材 就中国大陆来说呢 它的钢的这个产量应该是足够的 所以它应该不需要进口外国的钢 所以房地产可能对于国外的需求不大 而出口的需求是完全没有 所以这个人民币的升贬 对房地产市场基本上 没什么重要的影响 老师 相当 因为我们其实这两年 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依存度 其实变得更高 因为我们有很多 就是中间的零组件 在跟中国大陆的交易上面 其实是带动了我们出口 非常畅旺的这个往上走 那像中国大陆 我看那个亚洲开放银行 就是对于这个亚洲的经济体的展望的时候 把中国大陆今年成长率从这个4降到3.3 我记得他以前想要保我 我现在已经确定不可能保我 他还把4降到3.3 然后这是30年来首度慢于其他亚洲发展中的经济体 那因为我们对他的依存度从去年开始其实都非常的高 那这样是不是进一步会造成我们的经济成长率 有很大的下行风险 这是一定的 而且这不是去年以来的事情 就是台湾在过去 我想大概是20年的时间 台湾对大陆的这个依存度都很高 原因就是因为 所以我们跟大陆经济一直保持一个三角的关系 就是大陆从台湾进口原材料零组件 然后加工之后输出到欧美国家去 这个情况其实是以前台湾经济发展的模式了 后来这个模式就转移到大陆去 台湾就变成它的一个原材料跟零组件的一个供应者 而这样的一个工业的关系就让台湾的经济得到一个很大的支柱 让台湾经济还能够持续发展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政府长时间都一直在说要减少对大陆经济的依赖 那这种话已经没有人说了 因为你不管你怎么样说 这个依赖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可能还在升高之中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在大陆发生任何风吹草动的时候 我们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你对它有这么高的依赖度 所以今年大陆经济发生这些很大的波动 台湾一定会受到波及的 那像现在大家其实很担忧中国大陆 是因为它的那个总债务 其实从2012年其实占GDP大概是190.6 那之后逐年上升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就更快速了 那债务比重已经达到270.1这样的高峰 那彭博甚至估计说今年会达到大概275 那因为它有政府的债务 企业的债务和家庭的债务都在持续的攀升 那可以请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就大陆的债务的部分是不是会引爆这个金融和经济危机 那它的外债是多吗 还是说它也是跟我们很像就是国内债务比较多 那它因为现在有房价下跌 房企的债务危机 家庭的财富缩水 然后地方政府的收入又大幅的减少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它的经济成长会有很高的疑虑跟风险 它的债务负担像你刚刚讲的271% 跟其他国家相比的不高 因为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全球的平均是330% 所以比它高很多 所以大陆不算是一个高负债比的国家 而这个负债比不断加重了 我想跟它这两年房地产的负债 可能有很密切的关系 而这样的负债会不会构成金融危机呢 其实我们通常看金融危机 我们看的不是它的负债比 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全球的平均是330%的话 它这个不算严重的情况 我们通常看的是它的国债跟GDP的比重 就国债跟GDP的比重来看的话 它的这个比重其实是满低的 在百分之四十几 还不到百分之五十 而外债的比重呢 只有百分之十五点五 所以它的外债也不算高 而这个外债的这个比重呢 跟它的为了要付外债的利息 还本付息 这个部分占它的出口的比重了 也只有百分之五点几 而这些数字呢 其实在一般公认的就是安全的标准呢 是百分之二十 所以百分之十五点五呢 算是安全 而跟日本相比呢 日本的国债比重比它高很多 可是日本的外债比重呢 比它低一点 百分之十四点几 所以日本我们一直都认为它还安全 没有发生金融危机 所以大陆目前情况呢 也不能够因为你看到就是 它的总负债比升高 而担心它有金融危机 它的国债比呢 并没有那么严重 我们在周军摄影棚 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 这一组是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者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迷你的水神 雾化器在车上用 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